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 何不事儿来个多话 凤铃笑笑 你个巴拉港民贵鱼 王沪文档 让詹姬海德养 手游表达 他也说还是黑妈咋 你去台湾大金线 伊特拉巴尔 日本杂哥好妈妈 美国大不爱国 假如怕不爱人 打上台湾别人口不理 警察快不特别晚 本节目寓教娱乐 全部内容来自于台湾各路媒体 我们不知道新闻 我们只是台湾新闻的搬运工 我们不生产笑料 因为台湾的新闻每天都有笑料 何不事儿来个多话 凤铃笑笑 你个巴拉港民贵鱼 王沪文档 让詹姬海德养 让主流表达 他也说黑爸咋紧 去台湾大金线 伊特拉巴尔 日本大哥好棒棒 美国爸爸不爱国 假如怕不爱人打 贪污别人口不理 警察快不特别板 是你平时休闲的最佳选择 让你划签不度 着乐不小 有请本节目镇宅之宝 变身 吴同声呢 请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台湾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糟心事 眼瞅着就快过春节了 民进党给全台湾人民送上了大礼 台湾人有口福了 因为福食马上就要到了 有人会问什么是福食 这说起来那可是没爹没娘 说来话长 话说台湾省自从通货了进口美国莱猪的公投之后 日本福岛食品的解禁就提上了日程 就在昨天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各位大佬开会讨论 日本福岛周边食品进入台湾的议题 这场会议讨论是如何开放 还有如何为福岛食品证明这两个问题 这里要画个重点了 人家要讨论是如何开放 也就是说台湾人很可能在春节之前 就可以吃上新鲜的日本福岛核食了 好棒棒 民进党真的是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及 在这场会议上民进党立委林静怡提出 不要叫核食要叫福食要为福岛食品证明 林世杰表示没错就叫福食了 这名字好听漂亮弟弟啊 福岛核辐射食品到了台湾 摇身一变成为了福食 莱猪配立陶宛的狼母酒都不够了 必须得来点福岛的福食 让你脑门放滤光 现在根据可靠消息 台湾岛最快一月份就要开始进口日本的福岛食品了 也就是说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台湾老百姓就可以在超市里买到 释放着核辐射绿光的福岛食品 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 进口福岛食品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事情了 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怎么洗白骗台湾老百姓吃 之前台湾方面就说日本一直在不断的给台湾施压 要求尽快解禁福岛食品 本来日本大哥哥要求三月份完成 结果现在一月份就要开放了 绝对是超额完成日本大哥哥交给的任务 前阵子台湾当局和日本开了一个经贸会议 日本大哥哥开门见山就直接推福岛食品 最终谈的看来很顺利 台湾的邱义人当时对着屏幕像一条狗一样的 隔空和日本人假装握手 那绝对是属于跪在地上狂舔布纸的下建 有台湾网友非常不满意的说 台湾这方面真不愧是鬼岛反对核电站 但是要进口核实 台湾的民进党还不断洗地说福岛食品超健康 我们有科学依据 更夸张的是台湾民进党的网军 已经开始在网上带节奏带风向给台湾人洗脑了 阴间论坛PTT上有帖子说 日本捐你们这么多AZ吃点福食应该没啥问题吧 而且人家福食是有国家标准的后 下面回复都是去日本都在吃啊 到日本吃到爽 在这可以大吃特吃吃到新鲜的日本福食 很明显从发帖的人到回复的人都是他们自己的人 那既然福岛食品这么好 那么日本人吃不吃呢 看照片啊 这是福岛产的玉米新鲜的啊 上面贴了两层打折标签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第一次打折没卖出去 再继续再打折 两个玉米198日元 这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了 在日本 这都没有人买 福岛产的牛肉放出来 直接就打折 打折都没人愿意要 在福岛当地的超市里啊 本地人都不吃福岛产的农产品 最开始啊 福岛县会在食品上贴一个放射性物质检测的标签 后来因为贴了标签 反倒是告诉了消费者 这些东西是福岛产的消费者更不买账了 后来就偷偷的把标签全部都拿下去了 但是产地啊是必须要标明的 所以就把字写的特别的小啊 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 但是价格呢 往往比其他地方产的都要便宜好多 在日本生活的老铁们 如果你看到价格非常便宜的农产品 建议先看一下产地啊 别瞎吃 日本有个艺人啊 叫大种范衣 他是福岛食品的推荐大使 上节目就各种开始作秀各种吃 结果得败血病了 绝对是属于献身说法了 那么现在台湾人要面对的现实是 连日本福岛县的日本人都不吃的东西 日本政府拼了命 花了两百多亿做外宣 来宣传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让别人来吃 还美其名曰福岛振兴计划 太恶劣 极其不要脸啊 其他国家地区都不鸟日本 只有台湾岛上大铠子们 日本的大孝子 赶着让台湾人赶快吃上新鲜的福岛核食 这个时候台湾人怎么办呢 啊 为什么台湾的网红什么霸琼啊 伯特王八呀 没有一个人来说这件事呢 虽然你马上就要吃到有害健康的福岛核食了 但是你可以嘲笑小粉红啊 啊 日本大哥哥对我是真好 福岛核食 吃到饱 现在的台湾绿脑怪 那是食克浪掉进臭毛坑 到这就算逞死了 下面咱们来关心一下台湾超狂 超屌 超诈的 由蔡英文 不 由蔡英文亲自小手 开光美国爸爸高科技升级的F16V战斗机高台跳水 哭嚓整细碎的事件 后续报道 经过前面两天积极的搜救 台军开始从海里打捞上了许许多多的碎片 有飞机的也有人的 确认是击毁人亡了 台空军还在打捞现场 煮起了两个小火锅 随着越来越多的碎片被打捞上来 台湾从上到下都好像被泼了一桶冷水 一样啊 蔡麻同开记者会的时候 嘱咐大捞碎片 请一定要快 这时候家主一说话 现场的直播直接就把声音给消了 看来啊 见不得人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这名出世的飞行员是1994年出生的 而那架出世的F16战斗机啊 是98年生产的 年轻轻就为了台独大业捐躯了 台湾当局为了升级F16炒的不可开交 结果花了大价钱却买了一堆美国人不要的垃圾 由于F16本身的问题造成驾驶员要承受巨大的冲击力 很容易造成昏迷 这次事故的原因啊 就是驾驶员昏迷了 空间还错乱了 直接就导致哭叉了 美军为了弥补F16的缺陷 会装一个防撞系统 在关键时刻啊 让飞机自动回正 并且向上拉动这控制杆防止坠机 而台湾空军的F16V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系统 另外台军其实怎么努力也没有用 除了战机本身的能力以外 现在空战还要面临巨大的电子干扰 台军的飞机一上去啊 基本上所有东西全部都失灵了 他就是被当火把子打的下场 这还是说你能飞起来的情况下 美军那些最好的装备根本就不会卖给台湾 按照现在的情况 台湾空军的内心就是彻底的崩溃啊 因为横竖都是死啊 除了投降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前年台湾空军的宣传片到了今天 变成了最大的笑话 F16可以带到9个机 但是刚3个机我就 我就尼玛混倒了 最近台湾当局加紧后备军人的训练 新规定要让后备军人全程野营 并且特别提示不准点外卖便当 我去怎么当兵还能点外卖呢 我仔细一查呀 原来之前台湾的后备军人野营地 都是选在体育馆里 饿了还能订外卖 漂亮 你这是军人训练还是学生度假呀 抛会过得还挺滋润的啊 台湾的退役空军副司令 在一档电视节目上说 解放军的隐形战机歼20 根本就不可怕 因为隐形是对雷达隐形大 对眼睛完全没有隐形 漂亮弟弟啊 你真是个大聪明 你能一眼看见几十公里以外的战斗机 你这是骂眼啊 天天看大娘们 眼都变竖麻的了是吧 50倍变焦 就这还当过空军副司令 好嘛 解放军空军 要拿正眼嫁你一下都算我输了 台军再次爆出性丑闻 一名少校在外面偷人 还告诉老婆 希望自己婚后 有继续交女友的权利 老婆受不了了 跟他离婚了 之后他在外面偷人 还拍照片 传给前妻自夸 我过得实在是太爽了 报道说啊 最离谱的是该军官在战情史值班的时候 还用台军的战情通讯软件和同事讨论如何骗抛 被痛批大家缴的纳税前 竟然养出这种不会打敌人 只会打姑娘的军人 真是情何以堪呢 这你们可就不懂了 来 雷哥献歌一首台军快智人口的嘹亮军歌 我有两只枪 长端不一样 长的大敌人 短的大姑娘 嘿 台军丑闻不断 一名班长喜欢上了两名新兵的母亲 还疯狂的威胁新兵说 我以前可是飙车族 漂亮弟弟啊 你喜欢上新兵的母亲 你这么着急给你的新兵当儿子是吗 下面有一条来自台湾军方的大新闻 蔡马桶这次去视察海军了 14号他到高雄出席海军鱼雷艇的成军典礼 下船的时候下面都在吹哨子 这是什么规矩啊 你们都对着蔡马桶吹哨 一会儿老太太在尿裤了 另外啊 你们一定要得搞清楚他当天摸了什么 只要摸了 赶快扔出去给我卖废铁去 蔡马桶去视察海军 这就算是重大安全隐患了 防火防盗防小鹰 F16哭叉炸海里 这就是前车之鉴呢 下面进入连续趣闻快报 民进党的外围抗中保台大将陈伯韦 被罢免了之后啊 在台中的第二选区继续作秀 站在一辆红色的吉普车上 结果一个拐弯 陈伯韦啪的一胜啊 就从车上掉下来摔地上 万幸啊车没事 万幸啊马路也没事 三名台湾的老瘪独子 在日本的法院提起诉讼 想要日本国籍 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 驳回了三人的诉讼 丢人哪 你以为你穿个斗党布 你就是日本种了是吗 你顶了天儿了 也就是个野种 人家还不认你 最近台湾知名艺人方方 在大陆对台独喊话 强调自己是中国人 民进党委员说你留在中国就好 以后也不要再批评台湾 看见了吗 台湾不是说自己是超民主吗 啊不民主之光吗 怎么连接受批评都不敢了呢 这叫什么民主啊 是不是玻璃心又被干洗碎了 蔡马桶今天接种了第三针台湾高端土疫苗 值得注意的是 医生护士还是老一套演员班底 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可控的范围内 以至于他到底打没打高端 那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了后 上次罢免案失败后 国民党遭受重创 已经是真的没钱可用了 党产被民进党全部都给收缴了 连工资现在都发不出来 厕所连卫生纸都没有了 就连赵绍康70来岁了 都要在节目上带货 卖国民党的纪念品 那可真是离谱刀架了 确实是名副歧视的丐帮了 国民党目前在台湾已经彻底的边缘化了 再也无法对民进党形成任何的威胁 民进党现在已经在投票选举的体制下 成功实现了独裁统治 蔡英文已经是名副歧视的台湾土皇帝了 女皇登基呀 台湾省最近大幅降温 双北单日就24人猝死 另外台湾逐科工业 有毒粉尘外泄三公里 附近跟下雪了一样 第三个台湾的新生儿出生 就盖着民进党台独标志的被子 这是把投票选举直接下放在出生的阶段 苏朴昌说过 在彩马桶的领导下行政团队全力以赴台湾成为局势滔滔的幸福之地呢 漂亮你个野猪 葛伯林俗飘唱 最近台湾的儿童节目一直在放一个儿歌 里面一直在唱凤梨世家带回家 结果14号台湾的农委会在农业统计上显示 在贸易领域大陆依然是台湾最大的农产品外销地 即使大陆禁止了台湾的凤梨世家联务 大陆市场对于台湾依然非常的重要 漂亮你说好的抗重宝台呢 拿出点鼓气来好不好 咱就不赚红钱了行不行 台湾的歌手杨宗伟定居厦门了 绿脑怪小蛤蟆玻璃心事又碎了一地呀 快剪掉你的肩保卡 厢厢厢 厦门彻底的禁止台湾的养殖石斑鱼之后 大量的相关产品滞销 猪油时报说台湾人不客气了 吃吧 一人一天十八条很难吗 吃就完事了 可以很便宜的吃到哟 台湾的立法院通过了海空战力提升采购 特别预算 他们说要花费2369亿 5999万 民进党的立法机构书记说 这是我们给对岸的一个警告 漂亮弟弟第一次听说 花钱给对岸一个警告的 2369亿不用于民生 不用于社保 干什么都不说 估计又是要买垃圾武器捞黑钱 然后美其名曰抗中保台 给大陆一个警告 漂亮 你们绝对是尼玛大聪明 台湾的朋友们 你们的钱就是被这么糟蹋的 不过呀 不许你们生气抗议哦 但是你们可以去骂小粉红哦 哇哇哇哇哇 老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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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 解放台湾岛 活作蔡英文 武统台湾 客户容缓 一旦就完了